从一早开始营业 客人就不断地上门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这道传统烤炉 探烤出来的三明治 这个味道已经生殖在 当地人脑中快一夹子了 原本已经念到研究所的第二代 放弃能在外工作的机会 决定返家 接手家业 我们这间是民国54年创立的 爸爸是第一代 对 然后原本的是 爸爸用推车推的 然后后来有开个店面 然后到现在我是第二代 那时候是觉得先读书 然后毕业之后去外面找工作 因为我也是读到研究所 化学毕业 对 然后还是觉得 把这边放弃掉 这有点可惜嘛 就是那种大家喜欢的味道 古早的味道会流失掉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才一人决定说把它承接下来 独特的炭火香气 正是大家冲着来的原因 像这一道招牌三明治 用料虽然简单 但搭配刚烤好的吐司 酥脆的口感及炭香 真的会让人流口水耶 它就跟一般传统的烤面包机不一样 面包机会烤起来就是很干 可是它是脆没错 可是它没有水分 那我们的木炭烤出来的面包 会把水分锁住 然后会有留 残留一些碳香味 对 这样吃起来口感就跟面包机会差很多 用炭火烤的三明治 一幕前面的你 是否也有感受到香气了呢 记者许纯清 陈伯宏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